郭文貴議員 主席紅部院長、泰州各委員、初六席、官員、大家好 主席可否請陳蔥、陳院長 請陳院長 陳院長你好 陸委員好 面對現在國際的整個低迷的經濟局勢 我們看到政府不斷的推陳出京 在上個禮拜也公布了四項最重要的措施 包括行政院所說的 雲章農業黃金囊道 傳統產業維新方案 推動中間企業躍身計劃 發展距兩岸設施金融業務計劃 國人理財平台規劃方案 還有新興市場開發等等 還有包括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 啟動桃園航空城計劃等等零零種種 大概有十四個重點 那就你所看 因為這個外界質疑 這個是口號治國 這是很多的口號 不斷的口號 那當然這個院長這邊 這個有定下來擬出這十四項的計劃 你覺得這些計劃當中 有哪一項可以實施的速度讓人民有感 很快的可以把台灣的經濟整個循環的讓它帶動起來 有哪一項是比較重要的 各位論員報告 其實那個十四項 只是過去一個月裡面 我們在著手推動的一些事情 並不是說只有這十四項 其實還有很多的一些方案 那這十四項裡面 其實很重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GDP裡面兩個很重要元素 一個就是輸出 一個就是投資 這兩個是我們一直看得很重的 那你剛剛提到什麼新興市場 那都是關於輸出方面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輸出來講 我們幾個主要市場已經在飽和狀態 然後這個如果說 以我們這個產品的品質和價錢來講的話 這個新興市場 Emerging market的話 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過去一年我們在推動這個東西 已經有成效 所以今年出口並沒有說是正成長 但是新興市場部分我們正成長 所以這點我們覺得說 要繼續推動下去 那另外投資方面的話 其實好幾個案子都跟投資有關 剛才講的 那裡面也很重要的 其實比較快有效果的 應該是台商回台投資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其實在還沒有推出這個方案之前 在九月的時候 就因為有二十家台商在經濟部的一個場合裡面 已經公開的表態說他要參與投資 那有二十家廠商那個時候已經講了兩百八十億了 所以這個投資的話一定很快就可以產生一些效果 其實我覺得中華民國的優勢就是我們是民主的國家 各方面都很開放資料可以保密等等 讓住在這邊的人民覺得很安全 有安全感 那剛剛院長所提到的說台商要回來的這些問題 那事實上是不是有一些若干的制度應該要調整 譬如說很多台商反映說要回來投資 那這個稅務方面也搞不清楚 去年這個增加了一個奢侈稅 今年又來了一個正所稅 那事實上正所稅一推出了以後 整個台灣相較於國際的市場來看的話 我們是在嚴重的抄跌 別人漲我們漲不上去別人跌 我們跌了鼻青臉腫 講起來是很可憐 還有一個正所稅的問題要報稅 是很多人也搞不清楚的 稅務到底怎麼報 是不是 面對這樣的情況 正所稅提出我們的證均交易稅 原本預估有1200多億的稅收 現在明年的預算也少了301億 那事實上現在整個平均的交易量看起來 有時候都不到500億 好慘喔 這個是代表說大家對這個正所稅 已經失去了信心 那是不是 大家都在講 全世界啊 這個景氣那麼差的時候 沒有人在景氣差的時候要加稅的 這一點啊 是不是請院長這邊可以 這個調整一下 如果真的不行啊 我們啊 把這個 正所稅的部分啊 調整一下 這國內啊 經濟成長率達到GDP6%以上 再開始日出調侃來實施 不知道院長覺得這個樣可不可行啊 不然的話下去很慘啊 我們看很多這個金融業的從業人員啊 現在已經離職潮啊 喔 雷套已經八百多人 這個生死罪的部分啊 房仲業啊 大概會有八千到一萬個人離職 雷套 金融的部分如果少百分之二十來算的話 大概啊 從今年到明年年中啊 恐怕會有接近喔 五萬個從業人員百分之二十 有一萬個人啊 會沒有工作 那與其這樣到時候來要發那個消費券啊 當不如現在懸來熱嘛 是不是可以做若干的修正 等幾幾好的時候 我們再來開始實施正所稅嘛 好不好 對 我看到中午的電視新聞報導 那個 媒體有訪問羅偉元 羅偉元談到同樣的想法 就是說 希望在GDP6%的時候 再來實施這個相關的一些措施 不過我想羅偉元很清楚 因為羅偉元向來財委會嘛 非常清楚整個立法過程 實際上這個證所稅這一次在 所得稅法十四條之一的修 之一之二的修正的時候 其實 它的影響力啊 其實是很有限的 是一個很低限度的證所稅的立法 為什麼呢 這跟羅偉元非常清楚啊 第一它 你賺的和盈虧給互底的第一點 第二點從明年開始 今天還沒有實施喔 明年開始 兩年的時間裡面 它實際上 它只是用適合推算所得的方式 推算的話是說 你超過八千五百點以上的時候 才會去推算 而且推算的 你所得只有 出售金額的千分之一 再乘百分之二十 簡單的講就是說 你一千萬的 你賣了一千萬股票 算以兩千塊的 所得稅而已 所以那個影響是非常有限的 院長是這樣喔 台灣第一線的民情 可能我真的跟你報告一下 台灣的情況是這樣 沒有錢的人 沒有錢人 怕報稅 有錢人 怕差稅 有錢的人怕差稅 現在我問起來 包括台商 本來鮭魚要返鄉 他們不是在乎多少的稅稅 而是已經開始實施了以後 要去申報 那申報的問題啊 非常的複雜 院長是這個金融出現在也很清楚 有二十五種交易模式啊 那以前啊 老婆有私房錢 不願意讓老公知道啊 現在錢都漏 通通都要報 那院長怎麼報啊 再報一報 到時候引起家庭革命啊 說哎呀 你手上藏了多少的股票啊 當初不跟我講 這很麻煩的啊 一百零二年一百零三年啊 根本就不要報 他用扣腳的方式嘛 他只有推算所得 所以扣腳 就是證券商把它代為扣腳掉了 到一百零四年以後啊 只有賣十億以上的股票 簡單講 如果你賣股票在十億以上的話 才有可能啊 你看喔 現在啊 很多的資金啊 已經逃到 逃離到這個香港啊 逃離到新加坡啊 有的一出去要回來很困難啊 那現在這些台商啊 這些投資者啊 他們在看 奢侈稅完了 證所稅 證所稅完了 還有什麼稅 大家是搞不清楚啊 究竟這個政策方向是在哪裡 因為我們以前啊 馬總統要選的講說黃金十年啊 亞洲是要營運一個 台灣是一個金融中心 運籌中心 投資中心嘛 既然是這個目標的話 應該稅負要減少一點啊 應該要這個簡單一點啊 救援客角就好啊 還不要叫人民去報嘛 這報稅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報完啊 有錢人還怕查稅 東查西查 查到這些人都跑光光了 是不是啊 有可能啊 懸崖勒馬 或者是啊 這個景氣隆窟啊 景氣好的時候 再開始實施啊 如果立法院這邊主動性來提 因為本來預計說這個第三季 政府的資料說會好一點 也沒有好啊 第四季會好也好 不到哪裡啊 我們預計今年的GDP成長 好像又要調降了吧 大概是多少 我不清楚 因為這個主技術 他獨立行使之前 所以黃總臺說是2%以下 他1.6幾%啦 那情況是很糟啊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說 這個遊戲規則坐在這邊啊 你也很清楚啊 很多公司啊 因為他沒有一家 他增資一價的空間啊 他都不增資了 以前啊 有一價空間 有高本益比啊 他那個股市可以籌到很多的資金啊 可以擴廠 他可以增資 他可以做研發 現在啊 這個動能沒有了以後啊 到了明年6月開始啊 你看 都沒有人在蓋廠房了 沒有人在投資了 這個對台灣的影響啊 對指指酸酸的發展影響 影響非自身前進 所以根據新的投資 我們有其他的方式 這個我剛才也跟羅緣報告 新的投資 不會覺得有點得不償失啊 你看啊 證交稅本來一千兩百多 現在腰斬了以後 少三百億 可能還再少兩百億 可能證交稅就少了五百億 證交稅就少了五百億 證交稅沒有絕對的關係的 因為證交稅的減少 是因為說整個量的萎縮嘛 那台灣的量的萎縮 其實從年初上的現在的話 相對於其他市場來講 我們其實萎縮的並不是最多的 我們萎縮百分之二十五 但我們看鄰近國家 韓國、香港、日本、上海 還有美國 其實都比我們萎縮的多 所以我們量的萎縮其實是一個 國際上整個經濟 國際經濟情勢所影響 所以產生全體的量萎縮 院長我跟你報告一個數字 現在所有百貨公司 以前週年慶 可以說是熱鬧滾滾 人山人才 他們現在的業績 事實上都炒了三成到四成 我希望說幕僚可以提供一些比較正確的數據 沒有的話幾個百貨公司的企業界 可以請他們喝咖啡 問問看就知道 這外面的景氣情況 是可以說是七產無比這四個自帶性 不過我們看零售業的銀額還是在增長當中 我們希望說懸崖熱馬 趕快來推動一下 另外我們看到人民幣 不斷的升值 它現在最近有創惠改以來 創新高大概升破6.3 亞洲貨幣 人幣升值 那台灣未來的走勢 是會怎麼樣 是講台幣的匯率嗎 因為台幣是亞洲貨幣的一火 我想台幣匯率 人民幣如果漲的話台幣也跟著漲 台幣也跟著漲 台幣也會有 我不便預測 有沒有可能升破大概27塊 現在是29.3對億美元 我不便預測匯率 如果來到27的時候 政府有做好充分的應變措施嗎 我不便預測匯率 那有沒有做好準備 其實 不用預測啦 可是有沒有做好準備 因為我們看很多的數據 像中央大學提出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買股信心指數也是大減 從去年同年度的67%降到現在剩不到50% 46.9% 還有一些指標都是相當相當的差 我們真的希望在驚濤駭浪中 可以有暗難度過 所以希望說政府如果有機會可以調整的 還是應該要多多來做調整一下 羅委員剛剛提到驚濤駭浪的幾個字 其實也是一個蠻生動的描述 也應該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一要穩住 這最重要 現在我們做的事情都想把它穩住 希望這個村長所屬大家多多加油 畢竟台灣只有一個 我們希望說這個整個都變壞 然後沒有人來投資 信心都化為烏有 希望多努力 因為本席是來自地方 我還是要為地方來請命 應該的 在選舉之前 每一次的選舉 都說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安坑地區堵車塞車的夢魘 已經塞了15年了 這個小學生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了 當初我們選舉之前都告訴大家 捷運要延伸至安坑 大家掌聲鼓勵 而且我們執政黨得票的比率 也大概75%以上 這個是不得了的一個數字 大家相信政府大家支持 我也大力的宣傳 票投執政黨 就是代表捷運延伸至安坑 可是我看這個今年度的預算 今天會這邊 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數據可以看得到 這個四十米的特約號道路 第一期做好了 快要做好了 我們在這裡感謝 但是一條路有頭沒有尾啊 有頭總要有尾 才可以前後銜接 這條路才有意義嘛 這個捷運才有辦法延伸到安坑嘛 結果現在安坑推搖大陸第二期的部分啊 經費也都通通沒有看到在預算書裡面 結果黃潤啊捷運延伸至安坑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推動的這個同時啊 捷運啊 同樣一條線啊 不要就在安泰路啊 在小小的一小段啊 是安坑進步的一大段啊 延伸到五成那個地方 那國有地大概有兩百多公頃啊 你們可以藉由捷運的開發 大新土木座青年住宅 對不對 那這年輕人居住正義買得起 住得起還有捷運 是拜託這個速度能快一點喔 讓民眾可以感受到 政府對安坑人的照顧 政府對解決安坑交通勇賽的一個誠意好不好 對洛委員剛才所建議的 其實跟這個 是把國有土地考慮進去啊 其實很有創意的想法 那上次洛委員關心過這個安坑捷運 所以我也跟毛部長請教過 那交通部毛部長他是說 他說他有編一個規劃的費用 因為這要先規劃嘛 那也要跟地方政府做協調 所以這個毛部長有編規劃的費用 但是實際情況怎麼樣 我想我會回去再跟毛部長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委員長拜託啊已經等了15年了 應該 等了15年了齁 那我們不管是規劃啊或是溝通啊 拜託讓我們感受得到 看得到 真正來為我們民眾解決啊 交通勇賽的問題 拜託拜託 我想交通部隊很有經驗 我們請他來做一